德国首次派军机前往阿富汗撤侨 仅仅拉了7个人就返回 中国教科书式撤侨赢得满堂喝彩 本期为你解析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连续几天以来 喀布尔机场到处挤满了寻求逃离的人群 在塔利班宣布接管喀布尔以来 欧美各国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撤侨工作 当地时间17号 第一架德国军机终于抵达阿富汗 然而这架飞机滞留还不到几分钟 就载着7位德国公民匆匆离开了 德方此举遭到了欧盟内部的广泛批评 德媒报道称 虽然默克尔计划从阿富汗撤回1万名侨民 但最终只有7个人乘坐A400M运输机成功撤离 据悉这是北约宣布撤侨计划后 第一架抵达喀布尔机场的德国飞机 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德国政府大概率不会再往阿富汗派遣第二架飞机了 面对舆论的质疑 德国外交部日前做出了回应 德方表示由于机场的情况十分危险 各国人员汇聚其中 因此飞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起飞 德方指出之所以只有7位德国人返回国内 是因为其他德国公民缺少士兵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入机场 因此A400M运输机只能被迫撤离现场 然而德国政府的解释显得有些苍白 并没有得到本国民众的谅解 对比柏林当局的做法 中国的撤销行动可谓是教科书式的典范 早在7月初中方政府就开始了紧罗 灭谷的撤销工作 外交部此前对外表示 7月2号夏南航空就已经接到命令 接回了滞留在阿富汗的210名中国公民及企业人员 据悉这架名为MF8008的临时航班 于当日抵达武汉机场 当地医院随即对机上确疚患者进行了专项治疗 其余返程人员则按照国家防疫规定进行隔离观察 由于中国方面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22名境外病例中没有造成一例国内人员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 下航撤销事件还是在任务完成之后向公众通报的 而航班代号8008则寓意平安吉祥 中方雷厉风行的撤销举动 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赞誉 而这一起事件也被网友评为今年以来最令人感动的